最新加入本地私照车服务站的业者GoJek 节日起将服务的范围扩大了全新加坡 是的 那么GoJek去年11月退出应用测试版时 服务范围只覆盖中央商业区张仪 红帽桥和盛桃沙等地 私照车业者GoJek扩大服务范围后 司机可以在全岛任何一处接载乘客 GoJek也推出动态定价 并表示这是为了促进供需平衡 缩短司机和乘客双方的等候时间 GoJek授寻时没有解释动态定价如何运作 无论如何 这将加剧私照车业者之间抢夺客户和司机的竞争 推出Tada 私照车服务的MVL公司也透露 将会推出更多具竞争力的配套来争夺市场 GoJek扩大服务的MVL公司